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9点50分 加权指数目前大涨118点 最高涨了133点 把昨天的黑棒给吃掉 昨天礼拜一台北股市是开高58点之后 售盘跌了55点 那根黑棒有113点 今天全部都吃掉了 目前涨了120点 很好的一个行情 那目前预估量1146亿 这个量不够 可见很多人还是不敢追 不敢买 我跟大家讲过 三月份的行情是一个区间而已 不会像二月份一样 你看二月份台北股市的行情 又是大跌又是大涨 那一月份的行情是直接大涨 二月份的行情是大跌又大涨 三月份没效啦 三月份就是一个区间 你要先认识三月份的行情 三月份就是一个区间 重点在个股 你不必要为指数给干扰 找到强势的标的 买点来 你就全力做就对了 就好像我们6577的进风 你看进风 我们趁压回的时候 71块72块就下去买 买完之后昨天涨停 今天开盘又开高 6577的进风 今天开盘又开高7% 才掉了下来 所以你如果在意指数 那很多好的标的 买点来你就会错过 记得我跟大家提醒的 三月的行情指数是区间 重点在个股 所以找到强势标的 买点来你就买就对了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好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 主要原因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336点 美国股市真的是很强 那昨天包含欧洲股市的部分 德国也大涨了177点 德国昨天也是多头大反攻 从开低到大涨 那美国大概还是最重要的 道琼昨天原本开出低盘 跌了将近100点 跌了100多点 跌了100多点 大概150点 从跌150点到涨338点 一般来回国百点 来回国百点 所以美国股市最近真的是 多空在大对决 波动都很大 那这里面尤其更厉害的 NOTAC昨天也涨了1% 沸腾巴老体昨天大涨了0.89% 沸腾巴老体随时会再创新高 随时会再创新高 在美国股市大涨的带动之下 今天亚洲股市也是全面的多头反攻 你看从南韩的1.5% 日本487点 香港442点 全部大反攻 大陆股市目前在平盘 所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力的反攻 那台北股市当然不落人后嘛 对不对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台湾的投资人 百英都比较慢 一定要大涨到某个程度 他们受不了才会去追高 或者跌到一个程度 动不掉河平去台阶 所以都是追高杀低 很可惜啊 你对于行情没有一定的安排 没有一定的规划 到最后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样就很可惜 所以记得我跟大家谈的一点 三月份台北股市指数是区间 重点在个股 找到强势的股票 买一点来 你就出手买就对了 好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之中 涨最多的 我们来看是哪些股票 昨天苹果大概还是涨 苹果昨天涨0.6元 还是在历史高点边缘 随时一副要过新高的味道 昨天涨最多的 脸书2.1% Google1.1% 但最多的当然还是美光 美光昨天又大涨5.95% 那将近是6% 昨天美光大涨 你看已经创新高了 美光昨天已经创新高了 又创18年的新高点 那美光这么强 台湾这边地润股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美光随时会过新高 美光过新高之后 台湾的低润股 这样是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目前涨109点 今天台北股市 强势的股票当然也是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最强的股票 涨停板的股票 从今天涨停板的股票上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 都是投机股 涨停板的股票 全部都是投机股 全部都是投机股 这种涨越多的 幾乎都是投机股 除了金豪科 金豪科跟记忆体有关系 金豪科跟记忆体有关系 所以跟美光 昨天的大涨也是有 直接关系的 金豪科去年美股 股货林应该有大概3块钱左右 因为前三季已经2块2了 大概快2块3 那全年3块钱以上 3块钱以上 3块钱以上给这股票 45块没关 北米才15倍而已 只是这个量 这个量也不错 昨天成交量才1000张而已 今天已经到6000张了 所以低润股今天从金豪科开始 南亚科今天开高 可是这个强度还不够 可是还是有机会啦 昨天成交量7600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5663张了 那南亚科 因为跟美光是最直接关系的 跟美光是最直接关系的 不关是技术的移转 或者是它持有美光的股票 当然它已经处分掉了 可是这群带关系 还是存在的 如果美光不敢攻 如果低润股不敢攻 那这个盘代表它是一个虚态 所以这个盘到底多头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记忆体这一组 这是最重要的 尤其美光这支 另外6239历程 因为美光后段的封册单子 都是历程在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带关系 如果连历程都不敢动的话 那这个多头代表就是一个虚态 所以灌盘上面 你从这个地方下去观察 那目前低润股 是坦白说是还不够强 除了金豪科以外 其他低润股还不够 所以今天下半场的行情 低润股还是需要再多用力一点 那刚才我们看到 今天大涨的股票 几乎都是投机的 到已经到了涨5%的股票 几乎都还是投机的 少数只有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会员的 比如说像我们会员的 晋风 晋风先开了7%之后 目前也稍微有点下来 不要对管 我不喜欢追高 友好的买点到 我再带大家减便宜货 不用去追高 那其他几乎 全部都是投机构 全部都是投机构 所以今天行情指数 涨了105点 其实是怎么样 普遍开高的结果 大多数都是开高个1%2% 这是普遍性的行情 普遍开高1%2% 那财报发布出来 2月营收发布之后 可乘今天涨了3% 还不错 GIS目前在平盘 3008的大力光 目前下跌了15元 这是昨天发布 3月营收的30股票 所以这个行情 重点还是在个股的身上 今天你可以发现到 普遍开高的一个行情 所以选股还是很重要 5469 汉宇伯德 今天涨了3.5% 汉宇伯德 去年的EPS是1.9 1.9跟105年的2块1 其实很接近 那北比也是大概只有10倍而已 这也是有补涨的机会 等一下强棒初级 我会跟大家谈一档 低润的相关个股 目前股价在低档区 去年获利是15年来最好的一年 等一下你用心听 今天强棒初级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两支股票 第一档是2344的华邦店 另外一档是2323的中环 这两支股票 那华邦店大家都知道 这是低润股 昨天美国股市的大涨 涨幅最大是谁 涨幅最大的 就是美光 昨天美光大涨了快6% 又创了18年的新高 这个对台北股市的低润股来说 这有正面的一个带动效果 所以今天如果低润股不敢涨 代表这个行情就是假的 代表这个行情就是不够了 现在都是虚态 否则目前最强体财 美光都涨到18年高点去了 一天涨6% 那低润股更应该要表现 那低润股里面 华邦店当然是 南亚科当然是最重要指标了 那为什么我特别跟大家谈华邦店 因为华邦店这段时间 几乎已经回到起涨点了 几乎已经不要说没有涨了 几乎已经是大跌回到起涨点了 美光在18年高点 华邦店反而回到起涨点 加上华邦店去年的获利 一块半 可以说是这十几年来最好的一年 那包含它产品的毛利率 一路从20几%来到37% 所以这些条件股价反而在低党区 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共的一个好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共的好机会 那华邦店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标的 提供给大家短线 二到三天操作的一个参考 另外档股票2323的中环 华邦店其实今天成交量也不错了 昨天24000张 今天已经18000张了 另外档股票2323的中环 中环今天开盘之后 目前涨了3.3% 那成交量昨天5600张 今天已经8500张了 最近投机股在发飙 中环其实是有机会的 尤其它帐上每股净值 有高达10块钱 那净值高达10元 10.4元 股价只有 4.5元而已 真的是很便宜啊 那加上 全球第三大的印度 光碟片厂已经倒闭了 那目前前两大 中环跟莱德通吃全世界 所以这也是有机会补涨的 所以今天两支股票 一支华邦店 一支中环 提供给大家短线2到3天的一个操作参考 希望能够帮大家快速的累积财富 然后下午节目 我会为大家准备更多的资料 下午节目 请准时收看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1 22 20 21